欢迎收看4月18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杨子萱 新闻一开始带你来看到 长征过后让花莲对外的交通安全成了最大的隐忧 不管是北上的苏花还是中恒台八线 都有严重的落实及摊坊 加上近期余震不断 也大大的降低外线市游客来到花莲旅游的意愿 而游客量也硬生生了减少将近九成 面对这场退定潮 有的业者忙着灾后整修 而有的则是只能先放五星架 房间玻璃碎成蜘蛛网状 疑似是天王星拆除的石块 造成玻璃破裂 隔间墙出现大大裂痕 大厅的物品也散落一地一片狼藉 顶楼四颗水塔全毁 水电管路也因地震导致破裂 那当然这两次的工程算下来 有超过千万以上的工程费 但是我们认为旅客的安全 员工的安全 整体饭店运营环境安全是我们最在乎的 饭店进行盘点损失估计超过一半的房间 都需要装潢修缮 立祥饭店强力拼整修预计在四月底完工 两个月以来退定连连民众还在观望 到底会不会有余政安不安全 除了立祥饭店外相关产业不是裁员 就是放弃了五星价 非常的严重因为例如像我们自己本身的那个团客啊 就大概推了八九成 大概我们就是以散客为主 那因为主要还是交广购 强证过后花莲观光大受影响 交通部观光署及经济部也针对商圈和夜市推动产业振兴计划 包括补助自由型和团客 奖励境外包机结合台铁等公共运输 以及针对商圈夜市的产业整形 眼里多项方案希望能够让旅客回来花莲观光外 也希望周遭居民能够早日恢复往日生活 记者刘品辰 萧文彦 徐迪琴 花莲报导